一对激情四射的小情侣 偷偷来到废弃的厂房约会 可他们刚进入厂房 女生就发出了刺耳的尖叫 原来她在不远处的草丛中 发现了一具满目疮痍的尸体 然而更加诡异的是 那散发着恶臭的尸体旁 还赫然摆放着一杆成 并且上面堆满了碎肉 当警察赶到现场后才发现 这些碎肉全是从尸体的身上切割下来的 不仅如此 肠上肉块的重量 竟和被害人出生时的体重一模一样 而旁边一张带靴的纸条 似乎解释了男人被害的原因 上面赫然写着 感受为母痛苦之心 经过警方的调查 被害人是一个30岁 仍待也啃老的死肥宅 除了打游戏 他每天最大的乐趣 就是调侃自己的母亲 可怜母亲养于他几十年 却得不到他的一点尊重 难道是有人看不下去 替天行道了 然而就在警方一头雾水时 小镇上竟又发生了一桩离奇的命案 同样是极为凶残的作案受法 花季少女竟被人用铁丝捆绑在了木桩上 最终他背对了几天的狼狗 活生生地咬断了喉咙 而警方在案发现场搜查时 同样发现了一张带靴的纸条 上面赫然写着狗屎之行 这样讽刺的杀戮行为 无疑是在赤裸裸地挑衅警方的底线 经过一番深入调查 警方发现惨死的花季少女 本是一个爱狗人士 但她的男友对狗狗过敏 于是她便残忍地抛弃了 自己养育十几年的爱犬 短短两天的时间内 就借脸发生了两起名案 两起名案凶手的作案手法 都极其的残忍 并且在案发现场 都发现了凶手留下的卡片 于是警方当即决定 将两起名案并案处理 寻找这几个死者之间的联系 果然没多久 办案人员就发现了关键性的线索 原来在三年前 这两名被害人 都是统一装谋杀案的陪审团成员 那件案子的被害人是一名小女孩 凶手在杀掉她以后 把她的尸体浇灌成了标本 并摆放在家里供自己心上 因其手断残忍 当时最大的嫌疑人 被当庭宣判死刑 可就在行刑前的那个早上 嫌疑人却用一种 极其诡异的手法上吊自杀了 警方猜测这两起名案的凶手 或许正是在为这个嫌疑人复仇 果然没过多久 又有多名陪审团成员祭脸被害 一个喜欢注射不尿酸的女孩 被残忍地冻死在了冷窟里 而她的罪行 则是永久美丽之行 很快第四的受害者也出现了 当年下达判决的法官尸体 在郊外的草丛中被人发现 而与她一同被发现的 还有一个只有一半身子的女人 原来法官总是喜欢在外面 招惹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所以法官一半的身体 与那个女人在一起 另一半则是被游到家里 还给了她的妻女 而法官的罪行 正是被硬生生从头顶 一分两半的平分爱之行 可当重案组的队长 听到这些消息后 瞬间被吓得脸都白了 因为三年前 她的妻子也曾是当时的陪审团之一 现如今她的妻子是唯一的幸存者 如果根据他们的推测 凶手真的是在帮嫌疑人复仇的话 那么她的妻子 将会成为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于是着急的队长 赶忙给妻子打去了电话 可妻子的电话却迟迟没人接听 原来就在两周前 因为队长整日忙于工作 忽略了对妻儿的关爱 于是妻子一气之下 竟带着儿子离家出走了 至今依旧联系不上 她必须要赶在杀人魔之前找到妻儿 于是慌不择路的队长 赶忙和同事找到了妻子闺蜜的住处 想要伺机打问妻子的下落 可开门的却是闺蜜的男友 随后队长赶忙来到医院 找到了妻子的闺蜜 在几人的逼问下 闺蜜终于道出了事情 她声称队长的妻子就藏在自己家里 并且自己单身并没有男朋友 听闻子言后 队长这才意识到 原来刚刚出现在闺蜜家里的男人 就是那个变态杀人魔 对不起 嗯 对不起